欢迎回到新闻talkshow 前两段的节目当中 教大家什么叫做零股交易 怎么买零股交易 还有买哪一些标的 接下来小布爸爸 其中有很多的小诀窍 比如说手续费怎么算呢 好的我们看一下字卡 手续费的算法是用你的成交金额乘上 千分之1.425 对 所以下面有一个实际用100元的股票 要来做一个试算 你如果购买一股的话 手续费是100块钱乘上0.1425 比如说我们债以中华电信 100块钱为这个例子 如果买一股的话 就是花现金100块钱 手续费要乘以百分之0.1425 所以理当来说买一股的手续费 只要0.1块钱 对照算法的话是这个 但是因为券商有银商的成本 所以它有一个低销 所以还是要收20块 低销所以跟我们到餐厅一下 如果你三个人去吃 不能跟三个人一起共锅 要有基本消费 但是这差也差太多了吧 100块钱本来只要0.1块钱 我几乎是收到200倍的手续费 要收20块钱 没错 所以你如果成交的金额太低的话 就会被收取相对比较高的手续费 这划不来啊 可是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规定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建议如果在这个进行领股交易的话 比如说买高价还是说买股数多一点 怎么样去让这个手续费可以尽量降低 如果说你希望你的手续费成本比较合一的角度 刚才下面那个试算的例子 一个手续费我们用反除的方式 去除以0.1425个百分点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的成交总金额 大于14035以上的时候你就划算了 就相当于你支出20块 这很简单 因为你已经知道最低消费就是20块钱了 你再回来算这个手续费的%数 也就是说以100块钱的股价来说的话 你最少要买140股 所以你如果200块钱的股价划的话 你最少要买到280股再回算 那如果是50块钱的股价的话 你最少就再往上算这样子 对或者你是买单价高的 就是你总金额是14000对 这个道理就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买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只有30块钱 结果运费要60块钱 结果运费比那个售价还要更高 没错 很不合的 其实买零雇也是一样 假设你每个月固定是定时定额买这5000块 你会发现如果是传统的下单 你基本上你按照整个交易制度 你应该只需要付7.125元给券商 但是你还是被扣了20元 那加上现在很多人是电子下单 其实它可以打6折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要付12元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凑到15000块 一季我把每个月的5000把它集合成 一季15000来付 它的手续费就是21.375元 就超过了原本20块的那个手续费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凑到每集合到半年 我5000块5000块5000块存了6个月之后 我再一次下去买 其实基本上其实你就已经超过了 它那个20块运费的那个要求 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本的压力了 相同的钱如果我是一个月一个月买 我一共一年下我会付掉1440块的手续费 但是如果是每季买的话 那我同样的金额同样的股市 我只要付给券上手续费降到只要480块 但是如果是每半年集中到一起再买的话 我手续费大概也在520 所以看起来好像最划不来的 其实就是每月定时定额去买 其实它跟我们缴保险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如果短缴一次 季缴或半年缴或整年缴的话 相对折扣都比较多一点 不用缴这么多 所以从定期定额也可以省手续费 是从定期一个你可以调整你每一次 下单的周期 也可以回去把手续费省掉 对 没错 我们刚刚说事实上在投资所谓 定期定额的方式的时候 大家想说那我如果投资定期定额 譬如说股价一股从这个20块涨到40块的话 那我不是越买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吗 那这样的话 那我不是越投资越不划算吗 但事实上你可以用一种所谓的 这个成本控制的方法 也就是说虽然说你是零股定期 但是你可以不定额 那这是怎么做法呢 我们假设说我们现在这档股票的话 在180块左右开始起涨 那最高涨到240块 但是我想要控制这个成本到200块 那我怎么做呢 事实上我在这个180的时候 我就多买一点点 我买200股 对不对 180乘以200股的话 这等于是36000块 那我到涨到240的时候 我就只有买100股 涨100股的话 我这个成本是24000块 那等于24000块加36000块 总计买300股嘛 那花费是6万块 那我平均成本还是200块 也就是说我可以控制我的成本 那这个如果在实际操作面上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刚起涨没多久 我就尽量买多一点 比如说它根本都涨幅很小 还没有什么涨幅的时候 我宁可这个时候多买 然后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比如说它开始往上喷出 每个月涨10% 20%的时候 我就开始减少我的买卖的这个价 买卖的这个额度 那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说 我成本不会被往上垫嘛 否则我这个往上涨的过程中 我买了一样的这个股数化口 我成本会被往上拉升 那我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说 我的成本还是可以控制在 非常低档的一个状况 其实刚刚说的 除了领股交易可以赚长期的 这个短期的价差 长期存苦的利益之外 稍后我们要告诉您 小富爸爸赚到的不只是价差 还有每年股东会获利的一些奖品 获利也很可观 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告诉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